工業局的長官、台經院的州處長 還有各位廣固公司的夥伴 還有各位企業建議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來台中 應該沒有PM2.5 我看了一下今天還好 剛剛看了一個新聞 台中是宜居城市 75%的民眾認為台中是一個很適合居住的城市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城市 也一直都留在這個城市 在工作 求學曾經離開過一陣子 那我想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Okuma的一個品牌的經營之路 那我想 我不曉得大家熟不熟悉這個產業 那聽過Okuma這個品牌的舉手一下好不好 哇 謝謝 非常感動 對 Okuma是一個票據品牌公司 那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在做品牌 1986年成立到現在大概31年了 從一開始我們就做自我品牌 老闆就做自我品牌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做不到OEM訂單 所以只好做品牌 所以其實在開始 其實我們OEM跟自我品牌都在做 但其實在當時做OEM 已經有很多家公司 那其實也都比我們大 但是他們現在都慢慢的手下過 那我想這個品牌走了30幾年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一個很光鮮的一個感覺 或是好像是一個很有名的調劇品牌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路上其實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那也學習了很多 那所以其實我一直在跟州市長聊天 他說謝謝我來分享 我說是我要謝謝台灣的政府 或者是工業局或是國貿局 我想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國家會願意對中小企業付出這麼大的心血 因為不管是在中國或是在美國歐美的國家 其實很多政府的資源或甚至韓國都是在大企業 所以其實對台灣主要90%大概都是中小企業 那這些中小企業其實一路上走非常的徬徨 非常徬徨 不管是在製造研發甚至在品牌經營 其實都走得非常徬徨 那能力好的自立自強做得很好成功 雅米利王大家都知道能力不好的 有的可能就離開台灣到大陸到東南亞去找更好的生產條件的地方 來發展自己的事業 那所以我覺得我今天也謝謝說今天有這個機會來這邊做分享 那因為我一路上受到政府的一個支持很多 那我想我也很願意來分享一些我們的一些 不能說成功我們的一些經驗 那這是我們的Logo 那當然新進的同仁到公司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兩個小時的品牌的課程 跟公司有關的品牌的課程 那我們公司叫Okuma 它其實是一個百萬之百的台灣企業的調具品牌 那其實很多人在問我們為什麼要取叫Okuma 其實念起來就是一個日本品牌 那其實這也反映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在現在的魚具市場 其實最top的品牌就是日本品牌 所以當時取了一個假日本品牌的名字 也希望人家會以為你是一個日本品牌 其實剛剛的研究發現 我不好意思我這邊講 我們一直在講MIT 我坦白講 MIT我們自己講 當然是一件好事 是在激勵我們自己 但是其實在國外的消費市場來講 MIT 不好意思 以我的立場是這樣子 但是沒有關係 那我們還是一樣可以在很多的場合一直去強調 我們來自台灣 這是我們的品牌 但是回歸到市場面來講 其實消費者他在意的是你一個品牌 能不能跟他match 他喜歡你這個品牌 他喜歡你這個產品 他不會因為你是台灣來的 大陸來的 他會有所取捨 很難 我覺得很難 Apple is made in China too care 沒有人在意 所以其實我覺得 要把自己的品牌的特色做出來 把自己的價值做出來 你的品牌才有成功 所以我剛剛看到這個 台經營在做所謂的市調 我覺得很棒 因為現在很多的企業都不做市調 包括我們 我們雖然也沒有花錢做市調 但是我們有一些方式去得到一些事 市場的訊息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當你要做品牌 這件事情一定要去做 OK 好 所以Kuma本身就是一個熊的 熊的意思 在日文就是熊 所以當時在做CIS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一隻熊的logo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品牌識別 但是它也非常的不好運用 其實本來的熊是手繪的 在我還沒來公司之前 它是手繪的 慢慢後來可能公司有了設計的部門 稍微把它畫得很標準一點 跟一隻比較規矩的熊 OK 那這樣子的一個識別 其實在釣具市場其實也很鮮明 大家想到熊 就想到Okuma 就想到寶熊 就想到這個魚具品牌 那我們公司目前主要是生產 製造行銷 我們所謂的釣魚的用品 那目前每一年大概可以生產 大概三百萬個捲線器 捲線器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叫捲線器 這個東西就是把釣線 繞在這裡面跟這裡面 那它可以放出去那個收費 這叫捲線器 那有 一百八十萬隻的釣竿 那當然釣竿的一個 營業一直在成長 因為釣竿會斷 它是一個類似消耗品 所以大概兩三個捲線器 可以配一隻釣竿 所以釣竿的目前的狀況 是越來越好 那當然像一些周邊的商品 像釣魚包包啦 服裝啊 那甚至我們在今年 我們也要開始做 我們自己的這個鵝 鵝 釣魚的鵝 不是蚯蚓 我們不會去養蚯蚓 在國外釣魚就是用我們 鹿牙 甲耳 我們也開始要做這個生意 包括釣線也是 這幾個都是蠻主要的一個營業的項目 OK 那我們現在行銷全世界大概九十幾個國家 所以你想得到的國家 我們都有賣進去 那目前美國大概在我們營業的百分之四十 那歐洲大概三十百分之四 我覺得講到這個其實有一點驕傲 因為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數字 我常常有朋友出國去玩都會幫我做四釣 他說Kennie我在那個牛西蘭的釣具店 看到你們的捲驗器 他有跟老闆interview Okuma怎麼樣 老闆說不錯 我說嗯 謝謝 OK 那在北歐挪威冰島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的東西 非洲目前只有在南非那個區域 南非因為國民所得比較高 所以南非非洲也有 所以其實大部分主要的國家我們都會賣 當然還是以美國跟歐洲國家為主 好 那談一談企業的目標 這個是我們就是心經人工進來都要背的 就是使命就是創造釣魚休閒生活的樂趣 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把釣魚變成 它本來就是一個休閒活動 那我們一直希望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把這樣子的一個 休閒活動的樂趣傳達給每一個消費者 那願景就是全球休閒釣魚用品 供應和行銷的最大資源整合者 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保雄目前唯一有設立公司的 只有 所謂的銷售公司只有三個國家 就是台灣中國跟美國 是我們的自己的公司 那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國家又是代理 那其實大家知道其實 因為我們是台灣企業 所以我們 先天上我們當然不管是在台灣 在大陸 我們可以掌握比較好的 生產或者是供應類的優勢 所以其實我們的代理 他們來到中國 他們也會找他們想要開發的產品 譬如他們可能需要掉線 他們可能需要夾耳 一些周邊的配備 那因為我們有在地的優勢 那我們就可以協助他們來幫助他們找到一些的供應商 或是供應鏈 所以它除了是販賣我們Okuma的產品之外 它其實我們也會協助他們在發展 因為他們還是會發展他們自己的一些釣具的品牌 它不只是賣我們的釣具 他們其實有的公司 他們可能有自己的釣魚包包的品牌等等 其實所以我們跟我們夥伴關係其實都是很綿密的 就是說 整個代理商跟總公司這邊的一個合作 大概都十幾年、二十幾年、三十幾年的這樣的一個歷史 我來談一談我們的一個佈局 其實我覺得魚具產業在台灣不是很好走 它不像腳踏車 因為我每次都要談到腳踏車產業 腳踏車產業在台灣做得很好 Giant Meriton做得非常非常棒 行銷也做得很好 生產研發製造也做得很好 產業推廣這方面Giant Meriton做得很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幾年前 全台在封腳踏車道的建設 所以很多地方的手掌就會把所謂的自行車道 當作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的建設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很羨慕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因為我覺得一個產業的崛起 主要當然除了靠品牌商或者是的努力之外 其實地方怎麼樣來結合 讓它變成是一個產業 變成是一個消費的一個模式 然後讓地方也可以賺到錢 我覺得這是一個雙贏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們一直很羨慕腳踏車產業 所以其實我們在1986年成立就是一個專業的釣具品牌 其實在2009年我們開始做一些產業推廣的活動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們有開了一個好愉快的釣魚教室的一個活動 也就是說當時我們就是講白一點就是在教釣魚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也開過好幾次的活動 就是參加的企業很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 像泰山藥藝等等這些公司 他們的一些職工福利委員會有時候要辦活動就會來跟我們接槍 那我們就會幫他們開這樣的課程 就是有點在推廣釣魚產業 那在2012年的時候我們申請了光工廠叫高雄娛樂館 那其實當時的想法很單純 因為我們是台灣企業 我們還是希望在這個市場我們能夠把釣魚這項活動 可以介紹給台灣的民眾 所以我們當時申請了光工廠 也很高興通過在2014年的時候也獲得了優氧光工廠 那這個地點在台中盤子 就大家如果從這個北屯路一直往豐原 快靠近加工區 左邊有一棟大樓 前面有大空地就是我們 所以在當時大概是12樓是一個光工廠的區域 那就是可以讓大家來了解釣魚的產業是怎麼發展 什麼是釣魚什麼是釣具 那其實我們一直覺得 在這個過程很多的民眾來參觀 那大部分的反應也都很好 因為我想現在週休二日 現在大家比較重視所謂的休閒 所以小朋友爸爸媽媽最希望就是有一個地方有冷氣 把小孩丟進去 可以消耗一整天 所以其實很多的家庭的客群不一定是釣魚的人 反而釣魚的人很少來 我們後來做一些市場分析 很多都是一般的家庭 爸爸媽媽來 那後來因為我們覺得整個的一個環境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所以我們目前從去年大概年底的時候 整個建築物再重新在整修 包括整個停車的空間都在整修 那我們預計在今年年底會重新的開放 那我會做一個名字的變動叫保雄娛樂碼頭 Okuma Center 那這裡預告一下好了 這個Okuma Center它其實是一個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介紹釣魚活動的一個場所 然後也是一個所謂的休閒中心 所以它裡面會結合觀光 就是導覽、用餐、購物 所以目前我們的概念是以一個美式的 這個碼頭的市集的概念去設計 我們這個一二樓的一個空間 那一樓主要是一個美式的碼頭的市集的概念 那二樓就是光工廠 那我們希望未來會導入一些餐飲的服務 那希望把這樣子的一個釣魚的活動 能夠透過一個很輕鬆的方式 接照給所有的台灣的民眾 那我目前的計畫是在2018年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放任何的圖 保持一點點的神秘感 好,那講了那麼多我想 今天我有帶了三部影片 因為我覺得 我剛剛忘記有一個問題 一般我演講我都會問 但是每次問就很失望 對,就是說 在座的有釣過魚的舉手 出乎我意料之外,謝謝 不是釣蝦,釣魚 好,釣蝦也算了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釣過魚 其實我發現現在大家去澎湖 好像都會有安排那個夜釣小館 那也是一種釣魚的母親式 或者是如果你住北部 在基隆、深澳啊 那邊也會有那種觀光的漁船去釣那個 也是小館啊 或者是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叫法浪費費 中文的 那國語怎麼講我忘記了 就是竹甲魚 所以我想播一部品牌的介紹影片很短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部影片 好,謝謝 謝謝 我們知道,設計與創新是一個品牌生存與壯大的命脈 我們知道,設計與創新是一個品牌生存與壯大的命脈 每一次的討好物 以及鑄魚之後羊肝卷腺 那種令人興奮的感受 是每趟釣魚局場最重要的回憶 作為專業的釣具品牌 如何設計出滿足釣魚時動態情境的產品 是我們從低修的唯一目標 是我們從低修的唯一目標 Okuma產品設計的四大關鍵 我們稱為4D設計概念 Design設計創新 重新為觀察累積設計能量 Try 傳動機構 从火源尺屯传统体构 到螺旋尺屯传统设计 都是业界领先指标 DRAVE 刹车结构 强力双刹车设计 提供最强大顺畅且耐久的刹车表现 DRAVE 耐用设计 严选尖端材料 以及各部机构设计最佳化 达到其所未有的坚固与耐用 每个设计关键 从原料到成品 都必须经过层次观察 反复测试 不断地修正器材 才能呈现出最完美的样貌 尽量检验 所有临近原料都需经过繁复的强度 以及尺寸量测 确保符合尽量基准 精密加工 零部件经过CNC精密加工处理过后 透过三次元凉色设备检测精度 以确保组装准确度 组装检验 高端海钓卷线器由150个零件所组成 专注与精准是高品质的必要条件 成品品装完毕后 必须经过19道通能检验程序 才算合格 受力测试 每一成品冲样进行受力测试 透过使用式专注测试设备 模拟钓鱼式的各种造化 针对传续机构 刹车机构 那里面有个设计 为何准备 擒大器 受力测试 手搅拗 自若穆 分裂 后 留下 踩 在之后 甘 宝雄以需求驱动设计 不断从动态钓鱼的过程中 寻找产品设计的应该 遍及全球的产品测试团队 不断回馈各种各样的经验 导致石钓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因素 并在产品设计时 这就是宝雄的品牌丹 我们时刻先听钓鱼人的声音 经过多年的努力 宝雄处到全球领先钓鱼投手的期待 在许多职业舞台中 都可以看到宝雄的产品 对于职业选手的说 除了高超的钓鱼技巧 可靠据经济技术的产品 更是不可可缺 因为每一个细微因素 都是影响比赛胜负的关键 保证深刻体验 钓鱼活动的无限可能 并且将以此为几人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影片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这个影片其实是播给全球的经销生跟代理商来看 前面那一部分他们很爱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一个品牌的核心 所以可能一般的人在看觉得 我告过了 可是他们很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在卖Okuma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会一直强调 这是Okuma自己工厂做的 我们有自己的工厂 其实很多美国的品牌 它没有自己的工厂 它是去大陆找工厂做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些品牌的核心的部分 所以我还是花了几分钟时间把这部影片看完 那这个是我们全球200多位的测试员的一些照片 那这两个选手现在在美国刚好最近是赛季 所以他们在比赛 OK 好 那进入专案的部分 OK 好 我讲Okuma的 因为我的标题是品牌定位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以前的slogan 叫High Performance 那我觉得台湾的品牌都有一个迷思 就是Performance 你的产品要很多Performance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想 所以我们一直在追着日本品牌跑 但是永远都追不上 因为它的 Shimano这个日本品牌 Lumbra 1的品牌 它将近100年的历史 它的脚踏车的变速器是 脚踏车的变速器是全世界Lumbra 1 Giant Merida很多的钱都是它赚走的 OK 所以在09年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个瓶颈 我有品牌 我营业额冲不上来 因为我的竞争对手 降价 20% 30% 我们遇到的困难 所以当时在我们当时当然也接受当时品牌的计划还是在国贸局的时候那当然参加了TBM全品牌的计划 当时的这个精明品牌协会的这个已故的理事长王文燦先生就Jerry 前BenQ的这个副董事长 他跟我们说你在追着Shimano跑你一定完蛋 因为你没有你自己的个性 消费者为什么 以前为什么要买你奥库吗 因为你性价比高吗 早期我们就是卖性价比 你没有精神 你没有你品牌的个性 那后来其实 在去年我们当然重新把手本调整过 Instalfition 那其实这一段话很简单但是它很深的含义 说到底钓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哇我有点delay OK我们觉得说钓鱼它是一个能够启发你去享受这个活动的感觉 所以我们把我们奥库马的熊的奥库改掉 我们换了一个象征的符号 一个爪子 这个爪子有点像是北极熊画过水面喷起浪花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新的一个定位就是Instalfition 那我们透过几个面向 Simbolicity Sensibility跟Style 我们认为透过简单的设计 能够当消费者体验到这种钓具的感觉 然后从钓鱼的过程里面的敏锐程度 你去找到一些设计的灵感 那其实钓鱼也可以很时尚 所以到底什么东西可以inspire you去钓鱼 因为我这个影片我剩五分钟 我不晓得大家会要听 我真的讲不完 Okuma inspires you 我想看这部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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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i know you ok 因为那个时候 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发现了 对的心 我想 刚刚就是一个影片 让大家感受 什么叫inspired vision 因为我觉得千言万语 胜过一部影片 所以 其实我们认为 inspired就是 启发钓鱼的一些态度 所以其实 在消费者 他们有一些感觉 对钓鱼 他可能是为了 跟自然连结 他可能是为了 去挑战 他可能是为了刺激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 这个延伸的识别的时候 是从一个challenge的wide 就是去挑战 户外的那种感觉 去设计这个 所以其实 钓鱼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然后他不是坐在那边 等待鱼来上钩 你必须要 很努力的做一些准备 那 他是一个决心 所以你去 要去跟自然曲的平衡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你 Okuma可以帮助你去钓到鱼 就是赢得这场胜利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一个设计 稍微做一个很大的调整 其实Okuma以前是一个很老的识别的感觉 所以在透过这样的重生一个定义 那在一些延伸的识别 就会有一些 包括在包装 在一些旗帜 在一些truck 我们服装 背包 那包括我们在产品 也重新去导入新的设计的与会 原本我们的产品是比较浮现 比较像Poge 那后来我们重新导入新的设计与会 加入了速度感 加入了一些线条 那 刚好 不小心 今年2018i 我们有入选 那我一开始以为是诈骗邮件 所以不太敢点 那所以其实 在整个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定位的改造 当然从你的识别你要去调整 然后当然你的定位你要去调整 那你的产品你要去调整 所以我觉得 很多的工作要做 那我因为时间很短 我只能这样大概的分享 OK 那就简单的报告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Kenny非常精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